第748章 好久不见 傍晚8点多 这顿晚餐吃完 楼下黑珍珠餐厅的门口 钟瑶瑶斟着话 正打算谢谢许文的这顿晚餐 然后委婉地再问问 晚上要不要一起 正准备开口 门口不远处 一辆宾利雅致突然停下 车门轻开 一对长腿 吟吟细腰 还有恰好好处的风鱼 一个成熟美艳的女人轻靠着车 看了看钟瑶瑶 然后对许文微微一笑 许绍 挺巧的啊 钟瑶瑶站在一旁 顿时有点手足无措 眼前的女人气质高雅 无形中将她压制的有些抬不起头来 瑶瑶 你先回去吧 我有点事 就不送你了 许文拍了拍钟瑶瑶的小瑶说道 钟瑶瑶连忙点点头 低头离开了 等人走后 许文走上前去 轻轻抱了抱眼前的成熟女人 温姐姐 好久不见 眼前的女人 正是温子慧 温子慧轻轻正了正 索性就任由许文抱住 脸上唯有红韵 来魔都 怎么也不告诉我 我也刚到 还没来得及 许文随口说道 对刚刚的事情闭口不提 她什么身份 和女人一起吃饭而已 有必要特意解释一句 泡妞就有空是吧 温子慧清脆一声 不说了 晚上去你那儿 许文顺手将温子慧染入怀中 你说去就去啊 温子慧轻轻的拍落了在腰间下滑的手 轻轻扭过脸 一副等住哄的模样 许文端详住温子慧的脸 然后拿出了车钥匙 算了 那我走吧 他松开手 摇摇头 要向一旁的车走去 顿时 温子慧有点傻了眼 又有点急 这个好弟弟 非得让他一个女人 放下矜持是吧 情急之下 他跺跺脚 那也不行 去也不是 走也不是 那你要我怎么样 许文站在原地 摇头一笑 我 我要你去 温子慧忍着脸烫 上前一步 轻垂了一下眼前人的胸口撑道 你这人 就不能哄哄我吗 可以啊 那温姐姐 你先说点好听的 许文顺手拿住了温子慧的手 只感觉入手白气嫩滑 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 温子慧一下子不说话了 抬起头 正正地看住眼前这张年轻英俊的脸 然后 所有矜持一下子决堤了 好弟弟 晚上去姐姐那里 他轻轻扬求 好许文得逞一笑 片刻之后 两辆车一前一后 开往了中梁海景一号 许久之后 许文第二次来到了温子慧的家 四百多瓶的大瓶层里 温暖如春 一线江景璀璨如初 好弟弟 你做温子慧像是最贤惠的妻子 给许文换了拖鞋 泡了茶 然后进了卧室 许文喝着茶 看看落地窗外的江景 然后听到轻轻靠近的脚步声 一转头 眼前的温子慧穿着凹凸有致的睡衣 眼神诉说着无声的激动 许文站起来 也不多说 就将温子慧倒进了主卧 十点前后 主卧内没有亮灯 落地窗透进黄浦江边的灯火 温子慧轻开了床头灯 摸出了一包烟 这烟 许文 看看这包烟 醋了醋眉头 给你背着的 你想什么呢 温子慧轻轻攀上许文尖头 轻声说 以后姐姐就只让你碰她取出一根 放进了许文的唇边 又拿出火机 我出去抽 许文没有在屋子里抽烟的习惯 顺手从温子慧手上拿过火 自己到阳台上点了一根 她的身上略显单薄 吹着夜晚黄浦江上的风 也不会感觉冷 这个点 黄浦江上 游船络绎不绝 对岸的外滩 灯火通明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身边 温子慧裹了外套 站在许文身边 安静地陪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温子慧的手机响了 我接个电话 她低头看了一眼 进屋街吧 外面冷 许文和赤膊无异 肌肉线条 如同雕刻一般 年轻真好 温子慧笑着一叹 转身回了屋子 进客厅的时候 许文看到温子慧还在通话 你们就不该给她买车 现在好了 成天出去飙车 每天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温子慧倾簇住眉头 似乎在和父母通话 行 我明天让她过来好好说说她 少请 温子慧挂断了电话 关于你弟弟啊 许文顺口一问 全当闲聊 对 我妈太惯着她了 前一阵子 经不住她软磨硬泡 给她买了一辆大牛 现在倒好 她加入了一个什么超跑俱乐部 成天飙车 温子慧一探道 年轻人嘛 热血激情也没什么 许文一笑道 飙车只要合规 安全 倒也没什么 众所周知 富二代花天酒地失败不了家的 以后温子慧她力能接班更好 接不了班 找个职业经理人打理家产 照样能潇洒一辈子 别的倒还好 但是飙车不安全 温子慧摇摇头说道 许文便也不再说了 别人的家事 她一向不愿意多掺货 当晚 战况持续 温姐姐既有柔情似水 也有无限激情和主动 好在 许文扛得住 第二天一早 许文刚起床 就看淡温子慧穿着掩饰不住好身材的睡衣 正贤惠的做早餐 做什么呢 祸 这么丰盛 许文揽着温子慧的没有一丝坠肉的腰 看了看早餐 有点傻眼 自己看起来是很能吃的样子吗 姐姐怕你累住 温子慧眉眼柔媚似水 满是大姐姐般的风情 这 好吧 许文无话可说 好在 她的真实饭量确实不小 毕竟这身板体格在这里 片刻之后 早餐摆满了一桌 温子慧食量不大 但是就喜欢在一旁看住许文吃 来 吃点这个 姐姐再给你来点这个 多吃点 这个很补的 许文一边吃着碗里的 一边看住温子慧 还在将自己的碗里堆成小山 倒也来者不拒 毕竟是一片心意 暂后 温姐姐心情很好地收拾着桌子 面孔容光焕发 就好像被穷江玉露给滋润过一样 许文看看时间 正打算顺路先去汤城衣品 看看装修的进度 钉 门铃响了 温子慧过去开门 一道声音走了进来 正是上回 许文见过一次的温子熊 温子慧的亲弟弟 姐温子熊进了房子 一眼就看到了许文 姐 你来真的啊 她怎么又在这里 她什么也不知道 还当许文 只是姐姐包养的小男朋友 许文 懒得和这小屁孩说什么 静止走近向了主卧 主卧 姐 你和他昨晚不会直接在主卧 哎呀 糊涂啊 你这是先进去了 温子熊垂胸倒足 这没你说话的份 温子慧语气严厉 带着告诫 我问你 昨晚 后面他们姐弟俩在聊什么 许文就没再听了 她关了卧室门 在落地窗边打了几个电话 对接了一下集团的工作事宜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许文 走出了房间 客厅 温子熊垂头丧气 完全粘了 一点也没刚刚的气焰 姐姐 我就是不想背书 你看我学习学习不如人 能力能力也不行 现在就连车技 都比不过别人 还被嘲笑 弟弟我很没面子啊 你还敢说 要不要我让爸爸 把你的生活费给断掉 别以为我做不出来 温子慧与气严厉 然后她看到了走出卧室门的许文 眼神一下子温柔了下来 你们聊 我有点时间出门了 许文说了一句 那我送送你 温子慧连忙放下手上的事情 不用 你的是重要 许文笑了笑 当初温子熊的面 抱了抱她姐姐 然后出了门 出门前 她隐隐还听到温子熊的声音 姐姐 你也太偏心了 对她怎么就这么温柔 这么迁就 我可是你亲弟啊 许文摇头一笑 关上了身后的门 被怪坏的小孩而已 她进了电梯 下了地下车库 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库里男 在车里 她半开住车窗 做了一小会儿 刚准备发动车子 去隔壁的汤城一品 然后 远远的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温子熊 远远看去 温子熊似乎很愤慨 也不知道 刚刚是不是和她姐吵了 许文绕有兴致 在半开住车窗的库里男内 看出不远处的温子熊 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 偏心 双标 你不配当我姐 温子熊 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走向了不远处的一辆大牛 许文透过车窗看了看 这辆车好像落地八百多万的样子 看得出来 温子熊 确实有一个很溺爱她的母亲 少请 温子熊似乎接了个电话 神情一下子变了 何俊坤 今天一决胜负 谁输了 谁退出竞争 许文这下子听出未来了 看样子 又离不开女人 富二代之间 争锋吃醋罢了 她倒也没有亏听隐私的习惯 只是略感无趣 准备开车离开 叮 恭喜宿主 您已出发临时事件 请帮助温子熊赢得和对手的赛车比赛 任务奖励 布加迪 Chiron 许文 微微正色 仔细地看了看任务 任务内容倒是无所谓 也没什么稀奇的 倒是奖励让她有点惊讶 也来了兴趣 竟然是布加迪 Chiron 布加迪 Chiron 性能怪兽 曾经在拍卖会上 创造过史上最贵的超跑拍卖记录 价格过亿 国内几乎罕见 适合自己那辆科尼赛格湾一个级别的顶级超跑 对许文来说 寻常超跑 哪怕上千万的超跑 其实现在对她的吸引力 都算不得大 最多也就是个天头 满足一下自己的收藏欲 但是这种拍卖级顶级超跑就不一样了 不说过亿的价格 关键是就算有钱 都未必能买得到 想想自己的车库里 价值过亿的超跑 这一下子就有两辆 多有牌面 所以 许文立刻就决定 完成这个任务 至于怎么赢 拜托 她可是身怀神级飘艺术 拥有顶级过弯车技的人 车技自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的 帮温子雄完成这个任务 轻飘飘了 想到这里 许文下了车 此刻 温子雄蹲在车旁 还在打电话 今天下午 我和信和的说好了 去天马赛车场 你们见证 我要和他一决高下 刚挂了电话 一旁一句话飘来 飘车而已 有什么难 温子雄神色一变 抬起了头 正好看到了许文 你偷听我说话 话不要乱讲 我只是刚好听到而已 许文表情收敛 居高临下的 看着还蹲着的温子雄 温子雄一愣 莫名感觉到了压迫感 然后 又一下子回过神来 自己怎么会 被一个小白脸 给压了气势 想到这里 温子雄站了起来 盯着眼前的许文 大言不惭 估计你连跑车 都没摸过吧 要不试试 许文扫了一旁的 蓝薄基尼大牛 淡淡一笑 这么有自信 温子雄 音调一下子提高 他似乎感觉到了 些许挑衅的意味 他结痒的小白脸 竟然也敢挑衅自己 好气啊 不信啊 要不帮你赢了比赛 准备怎么谢 许文说道 你要替我比赛 温子雄皱皱眉 免了 用不住 我自己上 许文嗡了一声 也没说什么 温子雄开了车门 看似准备上车 其实脑海中思绪 却在翻腾 然后 他突然抬起头 一句话脱口而出 你要真这么自信 我比完之后 可以给你个上场的机会 许文心里问了一下系统 温这样算不算是 完成任务 然后 他从系统那里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怎么样 要不要来 温子雄下巴一扬 眼神有些挑衅 行 许文点点头 也不墨迹 你要是真能赢了 以后你和我姐之间 我绝对不干涉 温子雄一副 你占了大便宜的样子 许文 也懒得和他争什么赢了的条件 反正 系统到时候该给他的 自然会给他 不过 你要是输了 以后请你消失在我姐身边 要不然不要怪我不客气 温子雄 顶住一张 刚冒出青胡子茶的脸 盯着许文 行吧 随便你 许文随便点点头 那就说定了 下午烧你过去 见世见世事面 温子雄 故作潇洒的弯腰 进了兰博基尼大牛 暗暗耍了一波帅 第749章女棋手 目送兰博基尼大牛离开 许文观察了一下 这车技真是够青涩的 估计和他一较高下的那位 也就是半斤八两 真就是两个小孩子打架而已 他要不是为了任务奖励 真是闲得要去掺货 许文摇头失笑 随手拿出车钥匙 走向了停在不远处的 那辆库里男 他是准备去公司 不过顺道 先去一趟汤城一品 看下装修进度 反正来都来了 片刻之后 汤城一品 时隔多日 许文再次来到了这套 汤城一品的高区富士 八百多瓶 当初是花了不多到四个亿 在汤城一品中 就算不是楼王 也算得上是拔尖的户型了 许先生 我向您介绍一下 目前进度 梁志天工作室的工程负责人 在一旁恭候着 向许文介绍着 目前的进度 梁志天本人 当然不会在工地现场 不过这套房子的设计方案 确实是这位享誉设计界的顶级大师 亲自操刀的 而不是工作室的作品 许文 在负责人的陪同下 在平层里 转了一圈 大几千万的装修预算下 这里几乎是 马不停蹄的开工 进度相当快 风格自然是主打粮食简约 简约而不简单 用材方面 奢侈而不堆砌 顶级于杜白 天然纹理大理石 原产巴西的顶级奢侈 亚马逊绿 来源于老挝的极品酸之木 价值近百万巴卡拉水晶吊灯 以上种种 虽然还没完全完工 但是那种奢的清新自然的风格 已经扑面而来 配得上他这套价值几个亿的豪宅了 许文点头算是认可了梁志天的设计功底 具有的设计费用也算没白花 你们去忙吧 我自己转转 许文随手让负责人去做自己的事 不用一直跟住他 负责人连忙应声而退 许文自己又转了一圈 跑到巨大的阳台抽了根烟 顺便回味了一下江景豪宅 独一无二的景致 看看黄浦江的波澜 平平百年外滩的繁华 虽然昨晚在温姐姐的中良看过 但是在别人家和自己家 终究还是有点区别的 就像是一种 这好像是独属于自己的景致一样 缩用这些景观 心境自然旷达 家里的工程现场忙得如火如荼 同时怕是有几十号装修师傅 在同时开工 看住人多 但是想想足足800多平的面积 好像也不算多了 许文没多呆 也没那种业主非得监工的习惯 梁志天亲自操刀的作品 在最终完成度上 没人敢马虎 谁敢砸梁志天的招牌 片刻之后 他驱车前往东方大厦 海川集团魔都总部 上次来 许文轻车减刑 也没在公司里过多转悠 所以 有相当的新员工 并没有看到他这个董事长 不过这次来就不一样了 大多数员工都已经听说了某个流传在公司里的消息 特帅 特年轻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 各部门随便转 如果见到这位 不用怀疑 他就是公司的许董 于是 许文在中午休息前来到公司的时候 敏锐的感觉到了不同 明明他也没让人陪同 明明他穿住也不算正式 就只是在公司里面 闲人一般的转悠了一圈 许董好 许董上午好 拿着刚打印好的文件 突然站住的白领丽人 刚到咖啡 有些毛手毛脚的心嫩菜鸟 还在站在同时身边讨论工作的敬业职场精英 纷纷问好 好吧 想低调先转一圈的想法 还是打消了 估计刚出电梯 前台那边就把消息传出来了 许文放慢脚步 穿行在工作区域中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家族办公室已经撤出20楼 现在的工作区域 在21楼 注册为了一家叫做海川家族办公室的公司 完全独立运营 全方位为自己服务 至于20楼 现在完全是海川集团的员工 平均年龄都很年轻 许文扫过这些朝气蓬勃的员工 其中步伐985 211的重本应届毕业生 心中难免生起一种奇妙的感觉 这些都是他的员工 都为他而工作 转了一圈之后 许文走向了董事长办公室 至于有没有摸鱼的员工 他一个董事长还没那闲工夫去深究 反正哪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 董事长办公室里是设有助理办公室的 不出意外 叶晴应该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许文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 一眼就看到了端作者的身影 曾经的披肩长发已经盘起 小金丝眼镜 白衬衫 包屯裙 小西装 眼前的这是叶晴 许董 叶晴站了起来 都市职场历人范儿十足 许文没说话 好好地打量了一番叶晴 叶晴虽然没说话 但是眼神跳动着欣喜 大大方方的就这么展示 试着自己今天的新装束 喜欢吗 叶晴小声问 实际上心里偷着乐 端庄大方 挺好看的 许文点头赞许 走向了里面的门 进去之后 门也没关严实 露了好大的缝 叶晴站在外面 看看办场的门 犹豫了一下 然后走了进去 刚一进去 就被拉进了一个温暖宽阔的怀抱中 在公司呢 许董 请自重 叶晴眨了眨眼睛 环心一起 故作严肃 许文抱着叶晴 看她眨巴住眼睛 一下子乐了 谁教你的 你忘了你的几个好妹妹 特别是赵茜 你知不知道 她还有个外号叫浪茜 叶晴有些得逞一笑 许文回想起来 这个赵茜 性格好像是有那么一点 挺会抓挠男人心的本事 难怪难怪 正午前 巨大的董事长办公室内 许文抱着脸色烟红的小叶助理 在腿上 好好体验了一把有事秘书干 没事的滋味 而叶晴 也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上面有人 坦白说 公司上下 对叶晴这个董事长 亲自带来的助理 上到总监主管 下到普通员工 都是存着几分敬意 哪怕她才是第一天入职 再加上夜行本身性子 也不像是林宇田那样 跳脱高调 人又长得美丽大方 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都很好 临近中午饭店 员工们陆陆续续都去吃饭了 有叫外卖的 也有自带的 对了 公司楼下 还有一家主打中式快餐的餐厅 吃得也挺不错 总经理安正南安排行政这边 和餐厅谈了充值活动 也派发了一批给员工 当然 许文就不过去挤了 一张桌子吃饭 体现平易近人 想想都不可能 作为集团的董事长 自然也不是谁都能接近的 距离感肯定要保持 中午 许文直接带着叶晴走出了公司 去了附近的一家餐馆 这家餐馆据收磨毒本帮菜相当地道 许文点了响油扇丝 油爆虾 酒香草头 再配上一道羹汤 午后 他们靠窗的位置 洒进早春的阳光 两人一边闲聊 一边享受着磨毒本帮菜的风味 恍惚间 没有了上下级关系 反倒像是多年未见 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正聊得开心 桌边的手机突然响了 许文 看了一眼 诗文子雄这小伙子的信息 问他的地址 有事需要我安排吗 叶晴 一下子进入了助理的状态 一点私事 这样吧 我先送你回公司 许文随手回复了消息 抬起头来 说了一句 叶晴乖乖点头 不该问的 一概不多嘴一句 片刻之后 公司楼下 许文 停好车 目送着叶晴 进了电梯 然后走到了东方大厦的路边等 没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大牛 就呼啸而来 车窗降下 一张戴着墨镜 故作帅气的脸庞 出现在车内 还以为你没工作 就靠我姐养着呢 你在这儿上班啊 温子熊向外张望了一下 算是吧 许文没兴趣和他掰扯闲聊 随性自然地开门 上车 明明不是他的车 但是 一套动作下来 行云流水 帅气潇洒的一笔 温子熊在旁摘下墨镜 纵然心理嫉妒 却也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 确实资本雄厚 TMD 略帅气 颜值 注视能扛能打 你确定你能开这车 以往泡牛租过 温子熊突然问道 不需要租 随便开 又不是多稀奇的东西 许文不需要刻意炫耀什么 也不惜于掩饰什么 哈 随便开 温子熊 一下子笑出了声 蹭女人的车这种事 就不需要拿出来说了吧 许文懒得澄清 费这镜 浪费口舌 难不成告诉他 自己超跑成群 别说大牛了 从大牛 SEJ63 到三大神车 甚至过意的超跑都有 说了也不信吧 温子熊 见许文不说话 还以为他被戳到痛处 心里顿时有点得意 呸 吃软饭的 还介意别人说 他心里也舒服多了 开着车一路急驰 前往天马赛车场 天马赛车场位于松江舌山 赛道站的221亩 全长2.063公里 共14个弯道 最长直线距离400米 设计最高时速 达200公里每小时 算是魔都仅有的两家专业赛车场之一 之所以选在赛场 是因为温子熊没胆子 直接在路上飙 索性就选在了专业的赛车场上 天马赛车场内 停车区停着不少超跑 从麦凯伦到法拉利 兰博基尼 停了一溜 一群家境好卧的年轻人 倚着车 高声说笑 他们发型各异 打着耳钉 不过看面容 一点都不成熟 年龄最多20 加上家境富有 正是吃喝玩乐的年纪 一旁的几个妹子 穿着露奇装 故作成熟 不过眉宇之间 青涩未消 估计也就刚上大学 静坤 你爷爷我来了 温子熊 踩着轰鸣声 呼啸而至 顿时现场的年轻人 都看了过来 也就嘴上功夫了 一个个子挺高 寸头染成银色的男生 淡淡冷笑 少请 车停稳 温子熊跳下车 迎向了银色寸头男生 何俊坤 条件要再说一遍吗 许文并不住急 他不紧不慢地下了车 看看眼前的这一群男女 都是些年纪不大 叫声惯养的富二代 爱玩的和不爱玩的 圈子 终究是不在一起的 他远远地打量了一眼 温子熊对面的男生 叫什么来住 何俊坤 不远处 何俊坤和温子熊 面对面站住 正在针尖对脉盲 不就是谁输 谁退出竞争吗 何俊坤冷笑道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温子熊抱着胳膊 眼神之中斗志十足 突然 不远处传来了机车声 何俊坤和温子熊 齐齐看去 现场的年轻人们 也看了过去 一辆Duke390 呼啸而至 然后停在了不远处 下车 摘头盔 满头的黑发 瀑布般倾泻而出 甩在风中 细腰 小翘臀 包裹住好身材的小皮衣 竟是个萨萨的女骑手 白鹿 你怎么来了 温子熊很惊讶 我不能来 女骑手抱着头盔 直接反问道 许文 在一旁看了看 这女骑手 巴掌小脸 由于斯 不亦驯服的也信 听声音 看长相 倒是青春气息十足 其实也就是个小姑娘 嗯 傲得像体野马的小女生 看样子 显然把这两个小男生 吃得死死的 这就是今天不是主角的主角 能来 怎么不能来 何俊坤高盛一笑 一旁的温子熊 面对白鹿 也是表情讨好 白鹿并没有和他们多说 而是一个人轻轻测坐上机车 任风吹起他的长发 两个男生前笑一声 在他们看来 这才是主角 他们两人 争得起敬 人家白鹿就这么看他们在这儿跳 其实挺没面子的 但是 事到如今 在追逐对象的面前 谁都不愿意丢份 两人相继上了车 准备一绝高下 何俊坤的车是一辆法拉利F12 相较于大牛 价格逊色一些 不过性能不遑多让 两辆车并排停着 挤顺之后 如同离闲之剑一样 两辆车同时飞跃而出 许文在旁看住 一眼就看出 车技方面 何俊坤是要升温子熊一筹的 胜负其实已分了 他掏出一根烟 百无聊赖的抽筑 能给我一根吗 一旁 有声音问道 许文下意识的就递出一根 然后发觉不对 往一边看了看 是那个女洗手 烟已经到了他嘴上 火鸡就要点上 许文 手很快 直接又将烟 从他嘴上拿了下来 留下小姑娘 眨巴住眼镜 有点没反应过来 第750章白鹿围霜 你干什么 白鹿有点急眼的撑脑了一句 哪有人这样的 不好意思 不习惯给女生递烟 许文下意识的想将烟 塞回烟盒 然后 拿着看看 顺手扔了 白鹿略感难堪 面颊微微有点涨红 切 有什么了不起 许文没搭理他 凑近看 嫩是真嫩 不过容易让人联想起精神小妹 没说精神小妹就不好 毕竟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也不是说女生就不可以抽烟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 她当然也有她的自由 赛车场边就有观众席 许文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一边抽烟 一边看场上的呼啸车影 白鹿就这么被晾在了一旁 莫名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你还挺高冷 他一屁股在许文身边坐下 感觉你和他们应该不是一路人吧 不算吧 许文当然不会不搭理人 他看看场上 又看看身边的白鹿 饶友兴致地问了一句 他俩就是谁赢了 谁做你男朋友 是谁输了 谁退出竞争而已 白鹿嗤之以鼻 赢的人要继续追我 自便 不过实际上我谁不打算答应 都是半斤半两 幼稚地要死 吊着他们 耍他们玩 许文指了职场上 笑着问 我可明确拒绝过了 他们自己要继续地怪谁 白鹿轻轻耸肩 尖头的长发被风吹得不断飘舞 许文没继续问 场上 温子雄驾驶的蓝博基尼大牛 连续几个弯道落后 现在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看起来 胜负已分 人家静坤 有外号加成 再叠加银发 Buff 果然车技高人一筹 白鹿在一旁 无所谓地看住 并无太大兴趣 一开视线 他看向了身边这个 就连侧脸看起来都很帅的男人 喂 我叫白鹿 你叫什么 白鹿歪珠脑袋问 许文许文习惯性地拿出手机 你这人 谁要夹你微信了 白鹿哭斥一笑 假高冷 真渣男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扣啊 一根烟都舍不得 而且还有洁癖 从我嘴上拿下来那根烟 你回头再抽怎么了 这话你也说得出 许文略显压抑地看看白鹿 我嘴上的烟 给你你要 呸 白鹿催了一声 扭过头去 场上 法拉利 一骑绝尘 冲过终点 少许 兰博基尼大牛 才落后一步 姗姗来迟 何静坤春风得意地下了车 一头银发 煞尸显眼 和迎过来的几个男生 打了个照面 温子雄垂头丧气 捏了巴基的 怎么样 小温 乖乖退出吧 啊 何俊坤双手插兜 表情嚣张 还远远地冲白鹿 抬起下巴 示意了一下 好像觉得自己很帅 看台处 白鹿骂了一声杀笔 许文站了起来 向温子雄走去 他还记挂着系统的任务 虽然温子雄已经是输了 但是按照系统的要求 只要自己再和这个何俊坤比一场 赢了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布加迪 却论不香吗 场边 温子雄的面色一阵变幻 愿赌服输 输了就是输了 我退出就是 他有点舍不得 也很是肉疼 他当然不缺女生 但是偏偏想到白鹿 就抓耳挠腮得心里痒痒 那模样 那气质 越追不到 越想追 现在好了 没戏了 至于反悔 别提了 在人白鹿面前输了 已经很丢脸了 再出而反而 不是让朋友们看不起吗 那就好 何俊坤笑得很开心 这笑声太刺耳 让温子雄 眉头直皱 正打算扭头而去 该我上场了吧 许文看看眼前神情低落的温子雄 温子雄抬起头 愣了愣 又摇摇头 算了 你上去有什么用 就算你赢了 也改变不了我输了的事实 也是 随便你 许文无所谓的说了一句 对了 我和你姐这边 以后你也就别前遇了 温子雄 一听这话 顿时咬咬牙 他们的 赛场不利 丢了妹子不说 还得眼睁睁的看住眼前这家伙 和清洁搞在一起 上 给他机会上 万一赢了 就当是挫挫 敬昆锐气了 输了吗 自己也不亏 好歹也能让这家伙 从姐姐面前消失 你等等 温子雄哼了一声 走向了何俊坤 怎么 你还有事 何俊坤 正忙着庆祝 忙着炫耀 忙着在白鹿身边献殷勤 又兴趣再比一场吗 温子雄 一字一句的说道 有病吧 你又反悔了 何俊坤 面色顿时不善起来 周围的一道道目光 也开始有些奇怪 不 我输了就是输了 是我这友谊哥们 觉得你车技不错 想和你比划比划 温子雄介绍了许文 何俊坤皱眉 看住一旁的高大的身影 这人帅得能甩他八条街 而且神情云淡风轻的样子 不比何俊坤果断拒绝了 今天是我和你比 你别什么人都往我面前待 是个人都想找我切磋一下 是不是我都得答应 你就是怕了 温子雄逮住机会想找回场子 此刻不遗余力地用话吉他 你这么说也没用 不比就是不比 何俊坤很果断 很坚决 突然 一旁的白鹿说话了 要是我说 这一场 谁赢了我就答应做谁的女朋友呢 他悄悄 充许文 眨了眨眼睛 啊 这 何俊坤一愣 表情变换起来 追了这么久的白鹿 一直追不动 说实在的 他心里也烦得很 而现在白鹿竟然这么说 一想到自己今天就有机会 搂搂白鹿的小妖 摸摸紧身皮裤下的腿 何俊坤心里就是一阵火热 况且 白鹿都这么说了 自己还是不应战 那也说不过去 好 那就再比一场 何俊坤点头同意 对自己的车技 他还是相当自信的 你必须赢 温子雄 深深看住许文 表情有些不一样了 要是许文赢了 自然皆大欢喜 至于白鹿这边 他当然很确信 许文不敢染指 但要是输了 完了 白鹿直接成何俊坤女朋友了 自己就彻底成笑话了 输不了许文笑笑 走向了一旁的 蓝薄基尼大牛 上车的时候 他看到白鹿 抱住双臂 长发肆意飘散 正远远地冲自己 露出一个笑 车门随手开了 许文坐了进去 身怀神级车技 此刻一坐在大牛上 就有一种 庞扶如必知识的感觉 那是一种百分百 将这辆大牛掌握的感觉 两辆车缓缓开到了 起始线上 一旁 有工作人员 示意开始倒计时 许文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一切都了然于心 倒计时归零 一踩油门 磅礴的动力 涌动而出 两辆车如同离弦之剑 瞬间飞出 论直线加速 两辆车性能相仿 其实没什么差别 但是 论弯道 就是见真章的时候了 过弯 许文挥洒思议的操控住 这一辆大牛 一个飘移过弯 行云流水一般 充满了无限美感 只这一个过弯 两个人的车技 就高下立判 场边 温子雄本来双拳钻井 此刻一下子站了起来 眼神有些激动 不远处 白鹿眼神一踩分城 比赛还在继续 但是第一个弯道 就已经拉开了差距 许文在车里 一切如同本能一般操控住 这辆蓝博基尼大牛 在他手上 彭扶被赋予的灵魂 飘移并不是多稀奇的事 但是全程没有一丝停滞 飘移加速 一切充满美感 这种操作 足以让人高山扬指 可以这么说 这是远超职业车手的水平 连续过弯 连续甩开对手 两辆车之间的差距 好像有点过于恐怖了 当许文开着这辆 蓝博基尼大牛 稳稳停在终点线 甚至他还下车点了根烟 何俊坤 才开着法纳利 姗姗来迟 眼神冒火一样 看出不远处 那道烟气缭绕中 神情自若的身影 承让了许文 看住何俊坤 烟气在嘴边 阴晕不定 你小子 何俊坤伸出手指 气得发抖 许文弹飞烟头 精准无比地 从他手指尖聊过 烫得何俊坤撕了一声 条件反射一样的缩回手 谁教你指指点点的 何俊坤捂住手 就想脱口大骂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一抬眼 接触到许文的眼神 所有的话都被逼了回去 干嘛 输不起啊 温子雄走到一旁 笑得畅快 他今天是输了 但是又赢了 看到何俊坤吃憋 别提心里有多舒爽了 谁特么输不起 何俊坤 深深吸了一口气 盯着温子雄 正有你的啊 自己追不到的女生 竟然能让给别人 他指的是 刚刚白鹿说出的话 谁赢 就做谁女朋友 哈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温子雄才不担心呢 许文 是自己解养的小白脸 怎么可能 敢光明正大的 染指白鹿 不过 话说回来 还真没想到 他车技 竟然这么顶 你心宽 何俊坤 撂下一句 深深的看了看许文 又欲言又止的 看住一旁的白鹿 奈何 白鹿并没有看他 他脸色一白 闷声走了 许文 走 晚上请你吃饭 温子雄在一旁 看许文顺眼多了 上来就说 然后看看白鹿 眼神吃了一下 你要带我男朋友去哪 白鹿抱着头盔 大大方方的走上来 然后 轻轻跨上了许文的臂弯 温子雄顿时面色一僵 拼命冲许文时眼色 拒绝啊 该光明正大的拒绝了 你也不想被我姐知道这件事的对不对 当然 他话并没有说出口 全都在眼神里了 他觉得许文 能读懂他的意思 许文 要不要和我一起坐机车 白鹿轻轻偏住头 看住许文 眼神却有玩笑般的笑意 现场的气氛 有些安静 好啊 你开吧 我坐后面 许文很自然的答应了 他心情不错 因为刚刚收到系统的提示 这个任务 已经算是完成了 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白鹿功不可没 他在琢磨着 要不要送白鹿点东西 作为谢礼 至于车 也不知道系统什么时候 就安排运输了 现在已经在魔都的一个仓库 自己随时都可以去取车 啊 一旁的温子雄 傻眼了 好小子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眼看着白鹿 看住许文 眼里有光的样子 温子雄 再也安那不住了 上前 他就拉住许文 许文 你最好告诉我 你是在做戏 否则我肯定告诉我姐 你每个月 从我姐这里 拿的收入不少吧 你去呗 温小弟 许文 有点好笑的看住他 也挺有意思的 温子辉的这个弟弟 现在还学会威胁人了 好 好 撕破脸了是吧 我姐是不是准备踹你了 所以你现在无所谓了 温子雄气得声音发抖 行了 好好想想你姐的话 小弟弟 许文微笑助推开温子雄 走向了白鹿 白鹿等了有一会儿了 走了吗 走许文 指了指一旁的公爵 白鹿一笑 戴上了头盔 很赞很顶的身材 包裹在皮衣里 长腿轻胯 然后轻轻趴在了公爵车上 腰部以下 翘臀轮廓分明 这是驾驶这类机车的最佳姿势 能有效降低风阻 许文毫不客气地坐上去 双手搂上了白鹿的腰 一旁的温子雄难受坏了 比死了还难受 心里是酸涩一片 那么的 这叫什么 这就叫典型的 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说起来 潘和何俊坤 好像就每一个人是赢家 坐稳了吗 白鹿轻轻扭动了一下小药小臀 你开吧 许文说道 随后白鹿扭动机车 伴随着一阵躁动声 他载着许文 从赛车场 一气绝尘 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风驰电掣 急速之下 风在许文耳边呼啸 白鹿头盔外的长发 哗啦啦的飘散住 其实 也没必要骑这么快的 许文委婉地提醒了一下 毕竟他也没头盔 被风吹的滋味 也弹不上享受 你不觉得刺激吗 白鹿的嗓音中终于透出了一丝丝兴奋 刺激 好吧 是有一点 许文 没想和这精神小妹讲道理 谈刺激 他开跑车标的时候也就那样 第751章 脚踩两条船 Duke 390的动力是澎湃的 最高 160的时速 在360度全景天窗下的加持下 刺激感与超跑带来的感觉迥异 许文 坐在后座 抱着白鹿的小蛮腰 看周围的景色 飞速到退 你等我一下 白鹿的声音从呼啸的风中 隐约而来 然后 车停在了一家机车改装店门口 他长腿轻轻跨下了车 没一会儿拿着一个头盔走了出来 试下和不合适 他将头盔递给了许文 亏你还记得 许文拿着头盔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我哪有钱交罚款 再说了 你要是有个好歹 我一个小姑娘 哪里承担得了后果 白鹿抱住双臂 等着许文戴头盔 拿着头盔 许文试戴了一下 不太好 有点磕 你找老板换个 最后一个了 那你带我的白鹿 轻轻取下头盔 甩了甩长发 不由分说的 将许文手上的头盔换走 拿着白鹿的头盔 许文犹豫了一下 主要是这个配色 干嘛呀 这你也嫌弃 白鹿撑了一句 觉得许文也太讲究了 没事 可以带 许文没说什么 将白鹿的头盔戴上了 头盔戴上 有淡淡的香水味 不许文 渣男白鹿背过身 跨上车 不讲理吧 我不用呼吸 许文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精神小妹的逻辑 让她有点想不通 回去的路上 车速慢多了 终于不用扯着嗓子说话 也终于可以聊上几句 那个 其实刚刚我是开玩笑的 你没当真吧 白鹿轻轻动弹了一下小腰 许文搂她腰这么紧 她觉得还是将话说清楚比较好 哪件事 许文明知故问 就是 哎呀 就是做你女朋友这件事 我其实开玩笑的 白鹿心虚一笑 开玩笑的 许文 提高音调 好吧 其实是我想摆脱那俩货的纠缠 就小小的利用了一下机会 白鹿小声解释 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没事 我也是在开玩笑 许文挺平静的说道 过了好久 白鹿才小心的问了一句 那个 你帮我脱身了 不会惹上麻烦吧 不会 你好好开你的车 别动来动去 许文也懒得逗着小丫头 我也不想啊 白鹿声音一抖 你抱归抱 但你倒是别摸啊 不好意思 许文抱歉一声 两人一时之间 有些安静 只有机车的轰鸣声 那你想追我吗 白鹿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什么 许文刚刚走神了 反问了一句 哎呀 你故意的吧 我问你想不想追我 我可以给你机会 白鹿高声又重复了一遍 这回许文听清楚了 主动追女生 别说她对这个精神小妹 没有兴趣了 就算有 她也不可能主动追的 这小姑娘自作多情了吧 别 真不用 许文笑了笑说道 白鹿握了一声 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 她又主动问 刚刚你说要到哪来住 东方大厦 许文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烧你过去 白鹿服下身子 一拧把手 机车再次加速 一路无言 临近下半点 白鹿终于将许文 送到了浦东的 东方大厦楼下 到了 她小声提醒了一句 谢了 回去慢点 许文轻松地跨下车 随便挥挥手离开了 白鹿还停在原地 远远地看着许文远去的背影 好像 微信什么的 也没家吧 算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有心 想叫住许文 却看到不远处 一个看起来很温婉 很有气质的白领丽人 刚走出大厦 然后 小跑向了许文 同为女生 她看到了那个女生 眼里看到许文的时候 眼里 是有光的 于是 白鹿一下子湿燃了 那个女骑手 看起来好潇洒的样子 叶晴一抬头 指向了不远处 许文回头看看 正好看到白鹿远去的身影 夕阳下 她轻浮在机车上 满头长发 在风中飘舞 你想开机车 许文笑问 送你一辆 别了 我不适合 叶晴柔声说 让她开机车 怎么想 怎么为何 说白了 她只是羡慕那姑娘 潇洒任性的那股子劲罢了 晚上 许文还是去了一趟 叶晴住的公寓 靠近东方大厦 交通生活很便利 当然 租金对叶晴来说 也不便宜 站在窗民激进的公寓里 看住处处透着温馨 和生活气息的环境 许文点了点头 居住环境 确实不错 其实还有点乱呢 叶晴 有点手忙脚乱的收拾 无非就是昨晚上 召倩他们过来 吃的喝的 还有叶晴自己被吓的 日用夜用 女生用的东西 许文刚在床边坐下 叶晴 就偷偷将一包 还没拆开的东西 放进了柜子里 没来呢 先备住 叶晴奶然一笑 我懂 晚上吃什么 许文很自然地 转移了话题 叶晴眼睛一下子亮了 我可告诉你 我会做很多菜的 少请 叶晴献饱式地 翻找着冰箱 忙活了起来 冰箱里东西不少 都是昨晚 他们几个女生买的 有新鲜的蔬菜 刚冻上的肉 各种零食 然后 靠门的灶台那边 就叮当响起 叶晴忙活开了 晚上 三餐一汤 都是常见的家常菜 叶晴捧着脸 心里喜滋滋地 看住许文将菜一扫而空 心理成就感十足 晚饭后 两人出门散步 早春的夜晚 炸暖还寒 路上人也不算多 倒是能经常看到 住这里的上班族 穿着运动装在夜跑 回来的路上 叶晴 刚好遇到了 有一面之缘的邻居 哈喽 又见面了 穿得运动法十足的女生 似乎刚跑完步 看到叶晴 就热情地打了招呼 这是你男朋友啊 她当然一眼就注意到了许文 叶晴 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 又悄悄观察了一下许文的神情 你男朋友在哪上班 远不远 女生继续搭讪问 我们在一栋楼 许文接过话茬 冲女生笑了笑 那挺好啊 上班一起走 下班一起回 在摩都 一个人挺难 有男朋友在一起 能互相照应照应 女生开朗一笑 一行三人 刚好一路回来 聊天中得知 这个女生 是一家外企的HR 在摩都飘了 有不少年头 买房吧 也买不起 回老家吧 又不舍得 所以很两难啊 既不甘心 面对现实 又很无奈 女生无可奈何地说道 加油吧 守得云开见夜明 许文鼓励了一句 谢谢 你们也一样 女生认真的道谢 三人来到楼下 穿住运动装的 小姐姐上了楼 快来 电梯刚好到了 小姐姐在台阶上招手 你先上去吧 夜勤高声白手 失忆了一下 然后就弯住腰 开了车厢 顺手将昨天 忘带上的东西烧上 台阶上 小姐姐呆站在原地 灯光下的 劳斯莱斯魅影 很帅很豪 也很遥不可及 恰如他遥不可及地 魔独买房梦 回去的电梯上 他笑得勉强且拘谨 刚刚的热络 一下子被封存 几人之间 无形之中 似乎隔开了距离 出电梯前 夜勤客气了一下 有空来坐坐 会得会得 女生有些受宠若惊 看女生小跑而出的背影 夜勤看在眼里 略感无奈 不过却没说出口 回到家里 夜勤拉上窗帘 开了床头灯 床头灯选得恰到好处 黑暗中一片昏黄 有淡淡的温馨感 许文惬意地躺住 夜勤爬上床 挤进了许文的怀里 两人聊着天 说着笑 然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夜勤 轻轻将许文的手 揽进滚烫的怀里 许文一正 感受着掌心的滚烫 一低头 只有属于夜勤的无尽温柔 清晨 两人差不多是同时起床 说也奇怪 昨晚两人睡得都很素 差不多抱着抱住 就睡着了 在睁眼时 夜勤的黑发 洒在她的胸口 而她自己 大半个身子都在外面 好在她气血异常充沛 身上热得像火炉 夜勤靠着她 倒也不会住凉 洗漱 出门 两人刻意插开了时间 等到夜勤出门好久 许文才慢悠悠的锁好门 出了公寓 公寓的钥匙 夜勤给了她一把 意思就是全天候 百分之百向她敞开的意思 在楼下 许文上了库里南 刚好又遇到了昨晚的小姐姐 原来这车是你的啊 小姐姐 今天穿着职场装 胯住包 此刻站在几步之外 眼神很复杂 她想到了昨晚的 劳斯莱斯魅影 还有眼前的劳斯莱斯库里南 你去哪里 烧你一程 许文邀请到 不了不了 我赶地铁 小姐姐慌不择路的跑开了 许文 看看女生的背影 略有点奇怪的 摇摇头 在车上 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原来是和她联系 接收布加迪 Tryon Pro Fully这辆车 运吧 我给你们一个地址 到了联系我 许文 顺手给了对方一个 东方大厦的地址 因为今天 她刚好要在公司 其实 系统的这辆增车 与其说是 布加迪Tryon 更准确一点的说法 其实是布加迪Tryon Pro Fully 布加迪Tryon的衍生进阶品 而且 许文发现 自己可能有点理解错误了 这车不是在国内罕见 是国内根本就没有 全球限量一辆 刚拍卖 就被系统不知道怎么搞来了 实打实拍卖出故意价格 且全球 只有一辆的超跑 这也太牛13了 绝对值得收藏 许文心里难免有些波澜 价格还在其次 就图个物以稀为贵 对于有超跑收藏欲的她来说 没什么比这样一件藏品 更值得收藏了 和那边对接好之后 许文就到了公司 公司里 所有人各司其职 忙而有序 正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坐在拥有巨大落地窗的董事长办公室里 喝着夜行钢炮上的茶水 眺望浦东的繁华 一时之间 许文 切也 而知足 上午九点多 手机来信息了 许文瞥了一眼 竟然是温子熊的电话 一接通 就是温子熊 急吼吼地说话 昨晚你们去哪了 我的意思是和白鹿 许文皱皱眉 酒店 什么 酒店 他给你了 温子熊的声音有点急促 给了啊 许文不以为意地随口说了一句 你大爷的 温子熊的话 断在一半 因为许文随手挂断了 他看了看温子熊的电话 想了想直接拉黑掉 温子慧的这个弟弟 确实是欠收拾了 自己看在温子慧的面子上 听他比比两句 特么的 他还上头了 他也不去关心温子熊怎么跳脚 或者怎么在温子慧那边搬弄 他根本不在乎 一转头 就把这事给忘了 十点开外 电话来了 是运车的拖车来了 许文随口交代了两句 起身出了公司门 这个点也还没下班 没有太多人来人往 这车现在运来 刚好落个清静 东方大厦楼下 一辆封闭式的乡车缓缓驶来 最后在门口的停车场上停下 您是许先生吧 随车的工作人员下了车 和许文对接了一下 这车运送的物品过于贵重 所以他们全程都认真负责的核对 走程序 直到最后 手续终于交接完 几个工作人员指挥柱 开始往下卸车 许文站在一旁 暴毙等待着 等得这会儿 远处一声相当急促的刹车声 一辆兰博基尼大牛突然停下 许文看了过去 正好看到温子雄 匆忙从车里跑出 然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 许文 你以为拉黑我 我就没法了是吧 还真是巧 刚准备到你公司楼下堵你 就遇上你了 温子雄 气势汹汹而来 有事说是 许文随便看了一眼温子雄 感受着许文眼神的冷淡 温子雄顿时感觉自己 受到了挑衅 我来是找你说到说到的 当然 肯定不是为了白露 那和我无关 是关于你和我姐 温子雄 言不由衷地说住 说吧 我和你姐怎么了 许文 又看了一眼温子雄 你要不要脸啊 有你这么脚踩两条船的吗 温子雄表情有些痛苦地 看住眼前的许文 一个是他姐 一个是白露 畜生啊 白露竟然给他了 想到这些 温子雄心里就一抽一抽的抽出 就像我一样的